有异胃但不痒是什么妇科病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王稳盈 西岩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妇科副主任医师 那么对于白带有异胃的人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阴道炎嘛 那么阴道炎在妇科最多见的三种阴道炎 第一个就是低虫性的阴道炎 那么就是用毛低虫引起的这个低虫性阴道炎 那么第二个就是白色念主剂引起的美菌性阴道炎 那么第三个就是老年性阴道炎 所以说如果你白带异常的话 我们一定要到医院来寻求 你可以最常见的是低虫性 美菌性和老年性阴道炎 但是还有致源体医院体阴道炎症 所以说那么针对你是哪一种感染 而不是靠你说我们猜想它是哪一种感染 它是通过病原学识可以检查到了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分泌物化验 是可以了解到你是低虫 美菌 致源体 医院体 是哪一种感染引起的 我们针对不同的原因给予治疗 阴道炎症就可以好转 一般治疗就是一周时间 所以说就是对于一个阴道有异味 不伴有搔痒的 你可能是最多见的 我们妇科最多见的三种阴道炎症 就是低虫性 美菌性和老年性 不过是美菌性阴道炎 多伴有搔痒 但是你不伴有搔痒 不代表它就不是美菌性阴道炎 每次都市里面有什么地方 就是预亡和你的 我愿意拿这些状态的 我愿意用这个这是 你能帮助它 就是预亡和我的